照片里面我看到了一个 这是87版红楼剧组那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们刚刚拍完 请全剧组大家就合张影 那您在哪儿您还记得 我在第一排右边的第四个 这一看到这张照片 我们就想到当年这个红楼拍摄 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多的演员 一起付出这么多艰辛 而且其实能够进入到 这个最后的这个电视剧当中 不说百里挑一吧 也得是几十里挑一 主要演员多少挑一 这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挑贾宝玉是 几万里面挑一吧 几万里挑一 这是怎么一个选择过程 那时候就海选这形式 当时的中国的几大官媒 像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啊 光明日报啊 中央电台 各大这个媒体刊登的这个消息 就是中央电台要拍《红楼梦》了 全国海选演员 但那也是不叫海选啊 反正就选演员 让大家踊跃报名 那么主要选宝袋拆封啊 这些 对对对 我也看了这个消息 但是呢 我想这事跟我八干子打不着 对吧 您不说您小的时候就拍戏吗 您那时候您怎么觉得 跟您八干子打不着呢 我不自信啊 我想你不选到我呢 不可能 我想呢 如果说我要是有幸 能够在里面去演个什么跑腿的呀 小丝啊 类似像明儿这种 我就心满意足了 听说上海这个小男孩 其实蛮像贾宝玉的 他最早在一部电影里面 演过月云还是 应该是月云吧 他就是定了贾宝玉了 基本是定了他了 就办了学习班 第一期学习班完了以后 还没结束 这个问题出来了 他这个青春期 发育的过程当中 对就长了 满脸长了青春痘 这青春痘多耽误事儿吧 对 而是个子呢 从一米六几 一下就串高了 串了一米七八了 个子太高了 太高了 我不认识他啊 我是后来我听 剧组的那些老师们讲的 所以最后 假红楼梦都开拍了 贾宝玉没有了 因为那个贾宝玉不行了 被换掉了 没有了 所以又在全国 这样找贾宝玉 对 又开始找贾宝玉 后来呢 侯长荣老师 他呢 看过我演了一部电影 演了一部电影 叫《红彩虹的红》 演我姐姐的 当时上了《红楼梦》剧组 演史湘芸 但现在我们看到 史湘芸不是他 也又换了 因为后来他考上中铁文工团 后来他就放弃了演史湘芸 当时呢 是他演史湘芸 叫张玉萍 侯长就跟张玉萍说 说了我看过你演部电影 里面演你弟弟的那个吧 其实他半相 半相那个贾宝玉庄 其实我觉得他满相贾宝玉的 后来导演到四川来 这样呢 就找到了我 我估计后来 他们实在找不到人了 找不到再合适的了 那么觉得我的条件呢 比较符合导演的要求 对吧 身高一米六八 一张娃娃脸 二十郎当岁 有一定的表演经验 所以这些条件呢 可能比较符合导演心目当中 选贾宝玉的条件 他们是不是还得问问您 是不是爱长青春痘 您不爱长 行我们要 长过了 就过了那个阶段了是吧 因为贾宝玉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说 你的表演 你的表现吧 你不能脏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理解贾宝玉吧 我就觉得那时演的吧 还是比较肤浅 现在再让我演呢 可能比那时演的要深刻一些了 欧阳老师特别的谦虚啊 您刚说了 您一开始觉得 旁边演个小丝就足矣了啊 这个贾宝玉这人物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后来忽然就找到您了 就定了您这角色 当时有没有点不相信 觉得这不是真的 我在北京试完镜头吧 完了人家剧组 也没有说你是行还是不行 后来突然剧组说 给你买了张头等舱的机票 哎呀 那个时候你想怎么可能有头等舱 能让你坐飞机就不错 我就在琢磨 我说怎么可能给我买头等舱呢 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说 我有可能吗